因为公益 因为爱 所以黑人饭饭才会跟来自不同公司的台湾偶像艺人同台 新生示范他们用做意卖的慈善T恤 让大批歌迷看得热情尖叫 非常非常的振奋 那也为很多孩子感到高兴 那我们其实做Love Life活动从去年的4月4号正式开始 那4月4号到现在 其实我们只是当初单纯的想从九三病房是绒种一个鼓癌的病房 慢慢把这角落的力量让大家看到 没想到现在呢既然可以站在香港 然后把Love Life精神更是发扬到极致 那也可以帮助到香港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那一切的感动都来自于很多朋友的支持 其实这一路来做Love Life计划 当然很多人帮忙然后很多艺人陆续的加入 这个荣耀是跟所有艺人朋友分享 那CC在09年当中呢常常会秘密来台湾 为了当然就是看这些孩子 那在其实在很多困难的时候 有孩子啊还有家庭他有一些急难救助 我还记得有一次CC带了11万港币吧 就捐给了我们那边有急难救助的家庭和孩子 那也很感谢了 那这次庭峰也拍了一组Love Life的照片 那CC之前也拍了很多 庭峰夫妇虽然没有到场 却拍Locos散台哦 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想到Locos会来 那Locos的出现也代表 CC还有庭峰对Love Life的支持 那我都没有完全我不了解 今天神秘嘉宾Locos会来 那也看到很有心他在那个 他自己的夹克啊 有一个妈妈的裁缝 谢谢博姿爱你 谢谢你的爱 如果CC你在看电视的话 找话停封 那我代表所有台湾的孩子 还有香港的孩子和家庭呢 感谢你们两位 因为你们两位的 在华人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那谢谢你们支持Love Life计划 也愿意派出你们的替身Locos来到现场 那如果你在看电视的话 谢谢你 那我不知道用什么 才能超越感谢这两个字 那也希望更多香港艺人 可以一起跟我们Love Life 棒棒堂这次只来了王子和小杰 大家都说只是为公益而来 暂时不回应有关组合的近况 这次支持我们棒棒堂 祝爱今次不过的人后 也谢谢这么多声明的支持 还有他们其实真的很有爱心 会自己捐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也很感谢就是 这次黑人哥 然后Andy哥 曼姐带我们来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不管是做爱心是什么 公益活动 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人后 而且传奇心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一个大家庭 所以就是希望说 不要跟大家又要误会了 不不不不 因为今天传奇心一起来做公益嘛 所以就还是要强调要传奇心 那希望说之后呢 有任何的公益活动 不只是Love Life 都可以找传奇心的我们一起来 就是共襄圣 没错 好爱传奇心 谢谢